在前些日子热播综艺蒙探探案播出第四期后,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其因是由于前几期杨子卧底的剧本设定而被纳英所记挂。 在第四期开始的时候,纳英还在因为第一个剧本发生的事情而指责杨子,甚至还说出了假单纯,你这个坏人,不得好死诸如此类的话,甚至变本加厉地带头孤立杨子。 在后面的复盘环节中,杨子无奈说出了这样的话,大家根本就不相信我,就非常的难,每个人的脸上就告诉我,你无论有什么证据,无助的表情引得网友一阵心疼。 杨子这样的处境,我想很多人在生活中的某一个阶段,或者某一个情境中都遇到过,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到群体中,很难与他人接近,甚至被他人所排斥。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景,都会让我们倍感孤独,无助。 当一个人被孤立时,具体会有哪些表现呢? 一,别人在一起开心地谈天说地,但是自己一靠近,所有人就会一哄而散。 二,明明是在同一个办公室,或者圈子里生活的人,所有人都商量着周末出去野餐,但是当天偏偏没有邀请自己。 三,无论你怎么做,在别人眼里永远都是错,他们总能找到可以嘲讽你的点。 四,大家正在聊天,自己经过的时候和他们打招呼,压根就没有人搭理自己。 假装没有看到,曾经经历,或者正在经历人际孤立的你,一定会经常遇到上述的这些情形。 那么,在遭受到被动孤立后,我们的情绪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? 一,感到寂寞与孤独。 当一个人在孤立时,首先就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感,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,会让整个人都感觉到失落。 二,世界这么大,却没有一个愿意和自己谈心的人,只能一个人孤独地躲在角落里,落寞地看着别人嬉戏打闹。 二,身体会感到发冷,心里会感到疼痛。